我們就是坐在錦里池 賈石山旁邊喝早茶 茶位又不算貴 四元計算 中間還有一個糧瓶 那裏有些小朋友在餵錦里 它的豉油就不是直接淋上去 是讓你這樣獨一瓶 真的好像淡了 還有一些可以擺在這裡振紮 那些奇奇怪的東西就不用來了 上面還寫著兩個字 辟邪的兩個字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鹽埔 這裏應該是屬鹽埔 葵鳳 老婆屬 我們今天來這裏飲茶 這裏環境美得漂亮 老婆剛才已經看過吃甚麼 因為為甚麼呢 我剛才去看這麼漂亮的風景 當然是漂亮的風景 先看看吧 又來到眼花燎亂讀餐牌時間 他們這個餐廳叫做河香四櫃 位於葵鳳和方村的 有少許像河香居 這些就是我們比較喜歡的一些平盤 老婆沒有選到的 我們再看一看 差點忘記說茶位幾千 茶位4元 我們這個位置是4元 最便宜4元 小點5元 美點32元 最便宜小點 最貴 美點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應該就不會有特價 肯定沒有甚麼可能的 它是這樣做特價的 周末是沒有特價的 大家看清楚 一至五有這些特價 清蒸肉丸 特價十六元 原價二十 即是八折 六折 八折左右 正如先頭所說 我們最喜歡哪些平盤 四季失點 不知道是蒸的東西 有燒賣 有這個應該是蒸金錢肚吧 這個鳳爪 這個排骨 這個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牛仔骨 牛仔骨 叉燒餐包仔 叉燒包和三包仔的結合 它是特點來的 特點是14元 還有近這十年八年 紅魚起身的紅米腸 就真是紅了 優點 優點價格是26元 還有蒸排骨 鳳爪 這些不一一細數 都是美點 美點的價格是22元 這裡看來 而它們最大的優勢 就是風景優美 這麼漂亮的環境 好在今晚 是的 有個問題 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其實是打颱風的 如果不是打颱風 是走進去的 是的 如果不然是走進去餐廳裏面 在這些拼的點心拼盤裏面 還有三十元一份 其實又不太貴 對比其他那些鮮頭 譬如有餐包仔 都14元 是不是 三十元又有蛋撻 又有餐包 又有叉燒 其實是划算的 是的 還有蝦餃 優點26元 大蝦腸 說清楚是蝦腸不是牛肉腸 是美點 現在這個時段差不多10點 我們應該會和早餐一起吃的 這個甚麼 這個 老婆選了這個 大點 我想選這個 因為不是經常見得到 蝦腸的話 不好的 我想吃這個 想吃這個 再來說一些比較特色的點心 陳醋香西餃 頂點 頂點價格是16元 陳醋 在外邊廣州市區的茶樓 不常見 再來是一口奶糕 頂點的價格是16元 還有蘿蔔糕 馬蹄糕 這些就不一樣 其實是椰蓉花生 鹹薄餐 頂點來的 頂點是16元 紅豆香皮奶也有 甚至乎這個 還有牛雜 還有避風糖蘿蔔糕 都是一些比較有特色的點心 我們說的都是 還有這個 玫瑰陳皮糕 都是頂點 將餐牌翻過來這邊 就是我們點的點心 串燒腐皮卷 這個很有特色 串燒腐皮卷 我真的很期待 下面就是一些 雞蛋腸粉 粥各種 我們沒有點這個 我們點了一個魚片粥 你想煎這個 你可以選的 我們一定要選一個粥嗎 那魚片粥算了 你喜歡吃粥 肉片 魚片 兩片 肉片 魚片 雙片 兩種片 沒錯 這個好過了 魚片粥 清清的 除此之外 他們還有午餐的 11時後才供應 燒鵝 燒鵝 雞 各種的 或者拼盤 這些就慢慢一世數 相信他們應該 還會有其他餐單 是關於午市的菜式的 再來我會再點多一款 甜的點心 咸甜都沒有所謂 煎炸東西 韭菜餃 整天吃 蘿蔔糕 試一下 你想不想吃蘿蔔糕 不是 因為這個炸春卷 好 炸春卷不怕粗糯 一於這樣說 而且價格經濟實惠 只要12元 跟油條是同價的 有足 整天吃油條 試一下這個 不如 就算是 這個 沙律青戒指菜餅 其實挺好的 好嗎 那就馬上 不要了 好 選一些有特色的小食 不要經常都是那些 喝茶都是這樣的 下單 我們坐在錦里池 賈石山旁邊 喝早茶 茶位又不算貴 四元計 中間還有一個糧亭 那裏有些小朋友在 在那裏為錦里 幸好今天涼爽了那麼多 要不然都 都挺辛苦的 客觀都比較 漂亮的位置 基本上都要工夫茶 肯定是 這裏又不會 他又可以給你選 工夫茶 那 要選當然要選一個便宜的 其實都是這樣的 又來跟大家說一下 交通路線 來這裏最近的地鐵站 就是 方川或者花蝶灣 花蝶灣是會近一點 我覺得 大概是步行的話 就不要考慮了 因為 因為中間要穿過一個花蝶河 如果是坐巴士的 是需要22分鐘的 是 將來弄好11號線 就會好一點 如果我們回到花蝶酒店 這裏看到了 是需要差不多一個小時的 我們今早過來 算好 可能打颱風 很多人沒有外出 留在家裡休息一下 所以過來非常之快 在家裡開車過來 20分鐘左右就能夠到 是 全程不塞車 等一盞燈 我們的單就來了 今天是7月16日 星期二十 沒有特價的 早市 單價都寫在後面 挺好的 如果不算茶位 六十八元 如果算茶位八元 如果算茶位八元 七十七八十不到 都是坐在這裏慢慢享受茶 沒錯 如果抽糧會更佳 第一個點心就送上來了 有六粒的 這個叫做沙律青芥紫菜卷 看上去炸過的 上面有少許沙律醬 通常我們吃蒸的點心多 今次吃炸的點心 這種東西 並不常見 紫菜卷經常有 但是炸的 還有上面放少許沙醬就不多了 這絕對是星期六日 一家鄉 三代同堂過來喝茶 最好的選擇 是小朋友見到 他不開心不難 只是上面這些顏色 放少許沙醬 又喜歡 炸過 就更加不會讓小朋友失望 而且看見油也不算很離譜 你說完全沒有一個假的 肯定有 比較有心思 像在吃日本壽司手捲那種感覺 小捲那種感覺 真的有少許 鹹的有少許芥末在裡面的味道 外邊是很鬆脆 不是很硬的 裡面應該是一些紫菜 木耳各種 吃起來是軟的 不是很硬的 爽爽的 爽爽的 夾起來也不會死死實實 好像夾著粥而已 絕對不好的 如果是蒸就不好吃了 是的 我們另外的點心又送了上來了 這個是紫菜腸粉裡面夾了一些油炸鬼 那就不用點油炸鬼了 為什麼呢 我們選了的粥也都送上來了 老婆喜歡吃魚片 我喜歡吃肉片 那就剛剛好 牛肉粥也是一樣價的 一樣價當然是點商片 不過牽起而是這個真的要等一等 又或者不定一碗放在自己的碗上才行 肉片挺漂亮的 最後連這個點心都送來了 看來今天那些點心 全部都是哄小朋友開心 這個叫串燒腐皮卷 18元一份 我當然是先吃腸粉 腸粉有油炸鬼 它配有豉油的 讓我試一下腸粉 這個應該炸兩腸 如果香港就叫 我們叫油炸鬼腸粉 外邊是有一點點紫菜 紫菜碎的 它的豉油就不是直接淋上去 是讓你這樣獨立到一邊 真的好像淡了一點 豉油 都是像我們回去廣州那些腸粉 那些腸粉的豉油 就是這樣 真的跟我們去那些腸粉店 什麼華輝拉長吃的那些腸粉 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至於油炸鬼就不是剛剛炸好 你說很脆就騙你的 少量不多 如果要吃那些油炸鬼很脆的那些 你只能去店舖吃 還要早的 老婆在研究這碗粥 原來裡面還有魷魚 應該做完餅仔粥之後 拌了一些過來 可能因為它的配料是一行的擺在那裡 這樣挺好的 餅仔粥就是你的腸粉 很喜歡腸粉 它不會說有很多豉油 很多油這樣搭著那種 因為有時候你吃油炸鬼腸粉 那些豉油太多 其實並不是一件很精彩的事情 那些豉油浸著的腸粉是不好吃的 我說油炸鬼的腸粉 就算沒有一些熟油淋在上面 它也有油香 看表面是亮的 真的挺好的 作為一份早餐 配粥是最好的 接下來粥味夠冷 我又試一下這個 這個是腐皮卷 來拿一塊 外邊是腐皮卷 裡面我猜是魚肉 外面輕輕炸過的 下面有少量 還有它應該放了少許肌鹽粉在上面 這裡已經看到了 我猜是肌鹽粉 但是碎一點的 不得不提 這個又是一個小朋友最愛的 這個如果真的吃不完 可以拿兩塊回去給女兒試一下 她看見這個小兔子 應該會很開心 好吃 裡面有蝦仁 很熱的 有少許芫茜蔥 有少許芫茜的 像一個不同樣的 有蝦的乾燥燒賣 味道差不多 豬肉的比例比較少 魚肉的比例比較少 有蝦 六塊有八粒 即是圍夠 圍到三元一腳 抵食了 抵食過腸粉 腸粉12元而已 腸粉12元而已 哪有抵食過腸粉 蝦腸貴了老婆意思是 很明顯是為了引小朋友來吃 做成串 即使你不拿這些串 串著它 它也不會散的 這些就是心思 手工貨 起碼煎那一刻 你也要煎 魚肉就算你不是自己打 但是你也要用蝦 即使是蝦仁也很新鮮 不能說做一些很厲害的雪糖味 看不好吃 點心吃完粥也都放涼了 接下來試試看上去 似乎挺好的粥 再不得不提 又是這種廣府粥 挺好的 有了魚味真的不同 我不是太喜歡吃魚粥 但是瘦肉粥幾乎是我的最愛 如果加上皮蛋 一人巴一碗都可以 這些豬肉幾大狗 看你講過9000多次 現在的豬肉便宜 不用找一些下價貨 直接買新鮮 或者供應商採購都很新鮮 5元一斤都買過 是的 5元一斤都買過 這塊不是1元那種部位 就算5元 你又8元 如果換成以前豬肉粥 就算它要用這麼漂亮的部位 它都是放少一點 現在40元一斤豬肉 現在多滿 是不是好像 我們結婚的時候 頭那幾年 前三年左右 疫情前 差不多 40元一斤豬肉 很漂亮的部位 但是都是 所以那陣子吃牛肉多了 因為牛肉其實 一般都是高價一點的 豬肉是便宜一點的 後來又有很多因素 例如豬瘟 那些也很棒 也不是的 不過都是說總體 不要說這些豬豬肉 都特價指數 我們吃飽一飽 帶大家去看看餐廳裡面的環境 外面熱 裡面當然是涼爽的 所以很多客人都坐在裡面 很棒 喝一杯九公雙精 或者有這麼大的廳 挺舒服的 坐得都 如果是宴請賓客 老人家生日 在這裡 幾舊氣派 可以擺到40位 最終埋了單 少量打包 要是想拿回去給女兒吃 是76元 這個價錢 這樣的環境 算是不錯 我們是吃飽飽 吃飽飽沒有這麼早回家 加之原先今天說 來的颱風 現在不知去了哪裡 天氣曬得非常 我現在所採的位置叫洞企石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河鄉居 第二個是河鄉居旁邊的鐵路 人還可以在鐵路上走 我們過來看看 這個河鄉居也是很有特色的 先頭我們去的那間 叫做餓龍鳳初 不可以這麼說 河鄉居大很多 老牌很多 但是一樣都是這種圓林式的餐廳 又見到個敢來如此 再來了 就可以看到這個 現在這麼熱 天氣應該就沒有人坐那個位 就看著火車走過去 都有吧 但是很久都不會有 很久才會有一班 那條是不是學董大橋 一路走過去 這麼像 對 是 都不出奇 我認路都很厲害 就不在這裡獻醜了 另外 這條跳路是否去三水的 是的 我們試過有一次去到 三水那個百年火車站 應該就是連那裡 也有很多觀眾看完那條片之後 之後 有跟我們說 以前就叫牛車 真是混牛的 車 就叫牛車 甚至乎 除此之外 那部火車 還會混人 那些味道 不用說 我想你們都知道 很刺激 荒村除了多美食以外 又有幾大產業 第一個 就是我們隨處都會見到的茶葉市場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過去看一下 第二個就是花鳥魚蟲 就是賣金魚 簡單來說 第三就是賣花 核心就是賣花 核心就是賣花 接著就花鳥魚蟲 和賣茶葉 就差不多起步了 老婆教我 荒村的地名 就和花是有關的 她每一次經過荒村 其實她都會說 只不過我沒有放一條片 你看這條路又有個花字 比如葵鳳 葵 葵就是一些茶膠 有茶葉 花雷露 所以荒村這些地名 是很有詩意的 至於種花那些 少了但是有售賣的 比如我們先頭經過的葵鳳 都有很多地方賣花 種花的 這裏還有條小巷 這裏去到哪裏 這裏是荒村大道 大道 這麼遠的了嗎 是啊 這裏已經差不多到荒村大了西 區域虎那裏 我們又繼續說回荒村的產業 你說如果賣花 其實荒村都會有很多選擇 賣金魚 真的都不算賣一個很大的產業 但是都挺壟斷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上網賣金魚 是會有的 或者買一些金魚 其實大多數都是荒村這裏發出來的 領南花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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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大的 基本上可能在亞洲 對 亞洲可以數一數二 還有還有一個最厲害的 它不是產地 但是銷售的地方 就是賣茶葉 找到很多錢 幫這個地方 幫很多老闆找到很多錢 在這裏原來也有很多茶葉譜 例如這個叫雲孔雀 我猜它應該是賣雲南茶葉 雲南是茶葉的產地 核心產地 還有這個雲霧茶行 大家看到裡面的一餅餅 通常都是泡理茶 有分生泡熟好的 至於再深一點的學問 我真的說不出 但其實我是有研究 只是我有看片 那些專家說的 我一句都聽不入意 這裏又有鐵觀音 鐵觀音 漂亮的產地 就是福建 又或者鳳凰單種 這個 紅茶 15元一斤 買紅茶 其實一段時間 我很喜歡喝紅茶 對面亦都有不少 有些店舖 會來拿貨 又或者散客 都會有不少 不過感覺上 這個批發市場 雖然大 但不是方川最旺的一個茶 而批發市場 以前這裡很旺 當然 以前 你知不知道一間普利 炒到十幾萬 那間普利 是最旺的 我們同時喝鐵觀音 就爛了股 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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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了自己的名 老婆喜歡喝鐵觀音 我喜歡喝凍檸茶 凍檸茶應該是用紅茶做的 原來這裏就是大明景的南方茶葉市場 就是在裏面 等會我們都會過去新花鳥魚蟲 那裏都有茶葉賣的 那裏比較爽爽 又有白茶 白潤茶葉 我們真的不認識 凍檸茶我就認識 即是你喝口 你分得到那款是什麽茶 就已經是賺我們的水平 我們喝口是鐵觀音 我們想不出是用紅茶 是紅茶、綠茶 我們是能分得到的 白茶我都分不到 我很少喝白茶 甚麼店 普利 普利 我分得到 因為我經常喝水平 這裏立即有寫著 白毛茶核心產區 那個叫甚麼潘溪 黃江村 我暫且這樣讀 還有甚麼 中老旗普地磚賣店 何謂老何謂中 我們都說不出的 真的 越塵越好 這裏有莫里花茶 應該有零售的吧 人家整個秤擺在這裏秤 我們買了一包仔 看看有沒有 它上面有寫著 原來花茶應該屬於綠茶 屬於綠茶 又有莫里花又有白蘭花 給半斤 我們買了這個 這幾千一斤 160 150 150 150 這個就是最貴的 260元一斤 是的 我們都學懂很多 茶葉在茶底 還有任的次數 任的次數 任的次數是甚麼意思 它吸花的香味 噢 我們最高都是做到四五 這個吸得少些 吸得花味少 吸四次下最高 自然價錢比較便宜 但是我們南方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 覺得是香精 有些是香精 正 買到漂亮的 學懂的東西 再細問過 花花用廣東或廣西 廣東用越北的 綠茶用雲南的 他都很想吃 是茶葉綠茶吸花的味 剛才老闆說 第一 第一 南方最多是四印 印的意思是 那些花拿到茶葉裡 吸味的一個過程 四次 為甚麼不做多些 做多些賣貴一些 因為我們南方 就受不到 這麼香的味 很多茶客 就會覺得 可能會放了香精 就不能接受到 與其做到這麼貴 別人又接受不到 那是何苦呢 但是如果到北方 他們會最多做十二次 就喝得很香 剩下的那朵花 都會賣 好像昨天在酒樓 甚麼莫里花茶 好像是 差一點 其實就給了花 還有羅漢果花茶 甚麼花茶 或者我們之前去喝茶 這些斷根請 就肯定是 做得會好些 真真正正美麗的 茉莉花茶 不是那種茉莉花 是吸滿茉莉花香的 茉莉花香的 綠茶 是 那些茶葉 他們稱為茶膽 雲南那邊 他們用的是 雲南茶葉 雲南很多茶葉 雲南產茶 花是廣西的 又或者 越北 韶關那邊 淮花 他剛才說 是廣西 茶葉葉 就是雲南 所以我經常買 我問我 為甚麼茶葉的花香味 比唇花香 那麼多 是更香 花就沒去到茶葉那裡 貴很多 你只是買花的 十幾十元一斤 你如果好像這些 是有些茶葉尖 真的是茶葉 是很貴 你看現在我們 一百五元 貴了兩百多元 所以 你要懂得看 懂得看 所以就要來這裡 慢慢買 慢慢喝 慢慢喝 自己又要喜歡喝 這樣才行 對 你要學 接下來我們又轉場 又去另一個地方走 大小果 這裡有大果小果 有大小果 終於經過十多分工的車程 我們來到龍溪大道 這邊 又是另一個綜合市場 賣茶葉 賣紅木 賣金魚 魚 花草各種都有 就是以前 應該是 在花鼻灣那裡 有個花鳥魚蟲市場 就搬來這邊 這裡 相對合家寬一點 又有餐廳 水族餐廳 又有前面賣肉石 大大小小都有 當然 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 這個花鳥魚蟲市場 疫情之前 經常喜歡 因為為什麼呢 荒村沒有那麼嚴重 時至今日 都是更加旺場 那邊旺場 水族CDEF館 這邊是水族餐廳 我記得在這裏走過去 是有茶葉賣的 第一來看到 這是楊梅 黎智 這是榴槤 這是木雕 這是士多啤梨 還有無花果 這是什麼 雕刻的 吹的 手把件 不懂 這些都有 什麼造型 很多造型 這些是貴的 手工 再來 還有 泡茶盤 也有300件 泡茶盤 泡茶盤在上面 很優雅的飲 就像面前這個 481p 面前這個 這裏的工藝品 很有特色 大大小小 有便宜有貴 一應俱全 有這些 擺廳裏面的 魚缸仔 在這裏抽水 養金魚仔 又或者有些大老闆 始終中國人 他當然是比較信奉一些科學 他們會放一些擺刺在桌面 對他們心理上有些很好的暗示 賺多些錢 通常我們都會把這裏稱之為風水 又或者放一些在桌面的時候 如果你是開會 宴客 請一些合作夥伴過來 談生意 有塊石 就會覺得這個人可能做生意都頗穩重 又或者見到一個佛像 就覺得這個生意人都是比較信得過的 甚至乎還有一些可以放在這裏 振宅那些奇妮古怪的東西 就不用來了 順便還寫著兩個字 辟邪兩個字 還有燒檀香的棕 他們是有很多種的 有些是一盒盒 好像剛才那些 好像這一種一盒盒的 可以拿去燒 聞到很香的味道 十元一隻 很漂亮的 蚕絲馬魯 非洲運過來的 十元一粒 以前不能入口 現在就可以了 十元一粒 但是有什麼用的呢 哦 寫 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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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沉香的東西 有香、香爐 還有一些香爐的底座 又或者是玉石的茶几 兩百元一斤 再來這邊就開始看到茶葉 這裏茶葉的數量 當然沒有 剛才我們去到茶葉市場 那麼多 這裏就旺長一點 各樣有些 綜合性的 先頭那裏是專業性多些 對 只要賣透製的 像百貨商場一樣 甚麼都有 又有白茶龍珠 羅米香 我是要看小青金 噢 剛我們又看到鮮頭的石 這是打瓶的 三億二十元 這裏是보다有什麼用 這裏掛在quez 这是工艺品的东西 不知 你自己觉得价值就价值 30元38元 接下来我们又会看到有几档茶叶 这里买杯5元计议局 或者整套茶具 它没有标明价钱 不过之前在佛山看过 陶瓷城那边看过 大概这些都是平均100元左右 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价钱 又或者前边这些 上次也看过 就是一些茶壶茶具 整个炉可以泡茶 整项过的 这是高温消毒的 煮茶的 智能控温的 挺好的 这杯挺有特色 5元10元 甚至上边这些分茶的杯 也都是有 很漂亮 工艺挺别致 工艺不是很麻烦的 只要你不是整套 我看到暂时这个最贵 15元一只 多漂亮 以前的人喝茶 它不像我们那样 高深的杯 都是这些很浅的 还有这些是摆石头 这些红木架 挺重 挺实际的 但如果要带去远的地方 可能就麻烦一点 下面还有很多红木的摆件 例如这些 这个不算是很名贵 但手工真的很漂亮 例如面前这些 20元 我们走完卖茶叶之后 接下来就是卖水族 即是卖金鱼的地方 卖金鱼有很多东西 买的鱼缸 第一个是赚钱最深的鱼缸 我会跟大家说 还有一些氧气泵 又或者铺底石 又或者那些叫做水草 各种 当然最重要就是鱼 在丰川和文年中 那么多东西里面 最懂的当然是 夹养金鱼 我都养了很多年 我通常不懂的东西 你学得越多 你就知道自己越多 是不懂的 金鱼 养金鱼就是其中一种 养金鱼有一个大的跳门 就是你当然要令到 它的环境合适 除此之外 如果设得合适 自己看得舒服 就不要理它 不要一天整理它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做好一些恒温的工作 又或者是底石铺好 打够样子 它就不会一天就反肚 这样才可以 这个报纸得挺好的 是的 最后会长得这么大 我们家里也有一样 这条 不过是很小的 而且很怕死 它主要是做什么 四孔鱼 你女儿说的 是在这里吸了一些脏子 它是很怕死的 这条已经不算怕死 你的女儿说它是四孔鱼 可能你一走过去 一走过去它便会走 旁边这里 做了几领 还有两瓶啤酒 还有錦里 先头我们喝茶便看到錦里 这些便看到 但这些当然是细条一点 上面那个是抽水帮美的 接下来就是一些过滤的器材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 令到鱼缸干净一点 过滤器材也是很多学问的 比如前边这些涂瓷环涂瓶 它就会生成一些益生菌 或者消化菌 令到鱼缸清一点干净一点 很多学问 我就不一世说了 又或者一些过滤棉 过滤棉都有几种玩法的 有些有蛋白剂 有些没有蛋白剂 很复杂的 甚至乎好像电饭煲 那么大的缸 这个应该是 这个 这个不是氧气泵 终于我们来到 看金鱼的地方了 如果这个花鸟鱼床市场 你要走的话 不买 我只是说走 起码三个小时左右 如果买完的 就看你怎样买法 如果你专门买鱼 看鱼 你留看鱼 买鱼 你只看鱼 你要砌 又或者它会整套 和你做好 又或者 如果你是很资深的 自己回去砌 又可以 只是鱼都分了很多种 有玻璃 加了膠 又有些厚度 各种都不同 比如说面前 这些小鱼鱼 45元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以前鱼鱼是不靓的 它的边是会直的 这里用热的技术 令到它变彎 没有那么容易烂 直过很容易割 因为这些 怎能割得到的手 所以 45元一只 至于这宗 应该是卖泵的 如果没有看错 泵有大有小 大到 好像先头我们去吃饭 那些饭 也有个 感理池 都可以买这些泵 泵是很大 有这些小到 这些已经算大 这些泵都有的 一些泵太厉害 会打破鱼 不够厉害 放下去也没用 然后如果 颜光够大 你还可以造景 他们的造景 好像先头我们去到那些 饭店都可以请他们过去做 有大有小 又可以做到这样 又或者面前 这些 噴了护尼纸 很有先景 先头那些 就在这里做 又或者在这里 砌到鱼缸很漂亮 这些就适合我们的新手 他会给它做好 打样打得很好 在哪里打的 都是在上面 不过这些水装满 那些鱼会跳出来 接下来就是 到这里 就是孔雀鱼 就是 细金鱼 不要说孔雀鱼 应该说错 比如说有很多的 有红灯 有斑马 这个是 这个我看不出什么鱼 旁边就是孔雀鱼 下面就是一些 錦鱼 头红色的 挺漂亮 还有很多的 甚至乎 如果你想 鱼缸干净一点 你还可以买一只 大拿回去吃鱼缸的 龙虾都有 10元一只 又或者有些 乌龟仔 雜鱼10元50条 令到鱼缸有生气 又或者一些 雙手蟹5元一只 够大只 这边一转过来 就是我们每次经过 都会看到 啪声的大金鱼 它整条都是白色的 我猜它应该是白化了 不知道 接下来前面 竟然还有小猫 卖 买猫 已经看到 是的 这里也会有宠物卖 甚至乎 还可以卖 就是 胃孔雀鱼 或者叫小鱼 它有分的叫 樽鱼类 好像是这样 因为它的嘴是向上的 所以 卖这种叫做 冰冻了的 熊虫肝 熊 不叫熊虫肝 可以给鱼鱼 可能会有 蜂蜂 以熊虫为主 例如 一盒小 蜂蜂蜂 一盒 十二片 四十元 又或者小蜂 二十五元一版 下面就卖蜂 这些好像叫做 赤火蜂 我不太记得名字 因为 通常学名和 它们卖的名字 有不同 比如面前 一个叫做雪球蜂 就是说明它的身是 白色 我们走到这个市场 都是很少一部分 在这里过去 还可以去得到 卖花的 还有 鳥 虫的 我们今天 只是走一走 鱼就算了 但是 感觉上 这里卖茶叶的 真的比之前少 很多 可能 这边 做茶叶 不是那麽好做 那就换到 另一个牆 有这麽漂亮的 錦鱼鱼 嘟嘟 多可爱 接着这里 就是卖一些 比较 特别的 宠物 大家可以走开 大家可以看到 是什么 大家 喜欢这种 我就不行 还要是红色的 哇 养了它之后 家里应该没有老鼠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 结束了 我们都玩了很久 幸好 今天没有下雨 我们是时候要回家 下集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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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